红韵赌场二楼,从正对大门的雅厅窗口,可以俯瞰整个大厅的情形。 云香在窗口指着楼下那桌鸭宝的赌客,对身后的南宫好道, 这种鸭宝的赌博有个明显的漏洞,所以触签并不难。 那些人也正是这样干的。 云香指着坐在春子前方一个不起眼的赌客,注意那个穿绿衣的中年人, 尤其是他的下注,他就是整个局的关键所在。 南宫好仔细看了半少,只见那赌客似乎也输了不少, 他的下注也没有规律可循,而他除了下注也没有多余的动作, 跟其他赌客实在没什么两样。 南宫好疑惑地挠挠头,将信将疑地问,他有什么问题? 云香笑道,如果你将他的下注和开出的牌联系起来看, 就能看出些端倪。 南宫好又看了片刻,犹豫到,他下注的数目好像跟开出的牌有关系。 没错,云香微微点头,他每次下注都不相同, 但都只下一到四个筹码。 他下一个筹码时,下一把牌就开出春, 下两个筹码,下一把就开出夏, 下三个筹码就开出秋,下四个筹码就开冬。 那三个赢钱的同伙只需看他的筹码, 就预先知道下一把会开什么牌, 于是抢先站住那一门, 并将赌注加到几乎封顶, 别的赌客就只能在其他门下注。 如此一来,赌注都被赶到必输那三门, 庄家就杀赌客陪同伙。 庄家看起来没赢钱, 但赌桌上的钱, 最终都留到了几个同伙那里。 不过,庄家在另一间屋, 看不到赌桌上的情形, 他如何知道该出什么牌呢? 南宫豪疑惑地问道, 话音刚落, 他立刻就恍然大悟, 猛然一击掌, 他们收买了那个帮庄跑腿的伙计, 由他将外面下注指挥开牌的筹码树木告诉庄家, 这样就巧妙地完成了内外沟通。 云香笑着点点头, 他妈的竟敢在老子的赌场搞鬼。 南宫豪眼里闪烁着骇人的怒火, 对手吓一招手, 不一会儿, 那几个出千的赌客连同跑腿的伙计, 全部被赌场的大兽强行带了上来。 南宫豪盯着那个赌场的伙计, 森然道, 你勾结外贼, 按规矩该如何处置。 自己说, 那伙计双腿一软跪倒在地, 惊慌失措地哭败道, 老板饶命, 小人再也不敢了。 南宫豪一声冷哼, 只要你作证指认这几个老千, 我可以饶你一命。 那伙计毫不犹豫地连连磕头, 我愿作证, 小人愿意作证。 南宫豪转向那几个老千, 冷笑道, 你们是要我报官, 还是按道上的规矩吧。 几个老千面面相去, 他们心知凭南宫豪在杭州城的影响力, 就算将他们弄死在牢里都不是难事。 几个老千交换了一下眼色, 琪琪点头道, 我们愿按道上的规矩吧, 拿刀来。 云香正想为几个老千求情, 却被南宫豪抬手阻止, 只听他冷冷道, 云公子, 看你的面子我已经对他们很仁慈了, 若在往日, 至少也要废了他们那双招子。 一个赌方的打手将匕首递给了他们, 几个老千毫不犹豫, 手起刀落, 每人依次窃下了自己一根手指。 几个老千虽痛得满面煞白, 却咬牙没有坑上一声, 或许他们在走上老千这条路之时, 就已经做好了今日的准备。 很好, 南宫豪若无其事地点点头, 留下赢的钱滚吧, 别让我在杭州城再见到你们。 几个老千乡扶离去后, 南宫豪将目光转向跪着的伙计, 我最恨你这种吃里爬外的小人, 虽然我答应饶你一命, 但至少也要取你这双招子, 才能消我心头之恨。 话音刚落, 南宫豪以闪电出手, 一招二龙戏珠, 生生将那伙计的两个眼珠挖了出来。 在那伙计的惨叫声中, 他若无其事地擦去手指上的鲜血, 转头对一旁的云香笑道, 这次多亏云公子相助, 我得好好谢谢你。 说着从几个老千留下的银票中挑出几张, 强塞给云香道, 这五千两银子, 是我请云公子喝茶, 莫言那里, 我另有重谢。 云香心有不忍地目送着那伙计被嫁了出去, 一态笑索得白白手, 南宫老板不用客气, 正要告辞。 南宫豪突然看到一旁的张静芝, 想起他方才的禀报, 忙问, 方才你说钓到了一条大鱼, 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张静芝忙上前, 将今日下午与张公子结识, 并准备一起挖掘八四八陵墓的计划说了一遍, 最后得意洋洋地笑道, 张公子已答应花一万两银子买下陵墓所在的荒地, 只需要再等几天, 好让他筹集银子。 南宫豪虽然出身世家, 手下却不乏像张静芝这样三教九流的人物, 他对这些人并不强加约束, 甚至有时还暗中支持。 听完张静芝的叙说, 他不禁有些惊讶, 你这种最古老, 最低级的藏宝骗局, 居然也会有人相信, 我看别人是不是想反千尼一把呀。 张静芝忙道, 那张公子是个草包, 就仗着老爹的权势, 花天酒地, 哪里知道江湖上的各种道道, 完全是个让人卖了都会帮着数钱的主。 听你这一说, 我还真想见见那个张公子。 南宫豪笑道, 他长什么样? 明天我就亲自去雅风楼会会他。 长得倒是一表人才, 尤其他那小媳妇, 还真是人间角色。 张静芝说道这突然想起了什么, 忙在自己脸颊上比划道, 张公子并发下面有一道疤, 很好认。 云香正准备告辞, 听到张静芝的描述, 他立马就猜到张公子是谁, 不禁对他的上当受骗, 充满了好奇。 告别南宫豪离开红韵赌坊后, 金彪兴致勃勃地问, 公子, 明日咱们去哪儿玩? 云香转往雅风楼的方向, 轻声道, 雅风楼。 金彪疑惑地望望远处那模糊的高楼, 咱们去那里干什么? 会一个老朋友。 云香说完, 迈步走进了黑暗中。